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之下 副理香农会是透过各项大型活动的举办 产销收益以及农产观光效益是一军突起 然而在县议会农政小组考察的座谈会中 特别就六十担三花季期间的流花措施 接驳交通以及农产观光活动的资源问题 曾请反应 县议会农政小组是高度的重视 也要求新政府要全力的来协助解决 从新春过年的大猩猩稻草艺术季 三月份推出的美好的一天农产体验 到六月举办百年难得一见的日环食活动 更不用说年年游客爆满的竞争花季 简报资料中 副理香农会各项观光农产推广 全都交出漂亮成绩单 但是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 农会仍希望农政单位能协助改善 农会简报 陈情反映从大型农村地景艺术活动的支持 今生花季交通接驳车业者 也能比照使用者付费模式 左手百元基金 甚至流花面积扩大等等问题 现一会农政小组也高度关注 协助向县府农业处交换意见 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对扩大流花补助 协助南区大型农产观光行销经费 与农录收费管制等程庆 逐一分析说明 在那个行销上我们当然期待可以再增加 但一样就是在明年开始 我们会提一个总体花园行销的计划 然后要大家一起在这个方向上来提 那在我们的总体里面直接做分开 新冠肺炎疫情仍为获得有效控制之前 地方农产业如何因应 甚至突破疫情冲击 为以农历线的花莲线 首要面对与解决的难题 记者是玉兰复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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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